德國柏林依法展即將要在9月6號登場 我們的東森財經台的特派記者佩宇 他人也已經抵達了現場 我們要請佩宇帶我們去搶先直擊 這個PC品牌廠宏基的發表會 那麼董事長陳俊勝也親自出席 把時間交給佩宇 好久不久各位觀眾 2024德國柏林依法展即將在9月6號登場 那麼每年依法展其實也是PC的主戰場之一 而想在開展的前一天 我們已經抵達柏林 那麼現在您看到的就是PC大廠宏基的發表會現場 而其實宏基因為疫情的關係 已經4年沒有舉辦實體的發表會 這是睽違4年之後熟度盛大回歸 所以現場畫面你也可以看到 其實有非常多的外媒都來參加 甚至董事長陳俊勝也是親自領軍 那麼稍早他也針對整個產業事況 發表了最新看法 但您來聽 到現在generative AI的應用 它會有新的應用出現 從使用的模式從search變成ask 我們現在在觀察新的business model 次第的會在generative AI的base上面開始 develop起來 這個經濟體它會活化整個產業 來到產品體驗區域可以看到 早就擠滿了大批外媒 這次大家要看的兩個焦點 包含是第一 宏基首次推出了遊戲掌機 7吋大670公克 而另外第二大看點就是這次重磅端出來的 遊戲的電競的概念機 這個概念機其實非常酷炫 你只要輕輕碰上面的按鍵 一碰底下的這個觸控螢幕 就會彈出來變成是觸控的把手 而且這個甚至還可以一分為二來實現對答 那麼其實除了宏基之外 這次包含是華碩 包含是微星也都有在EFA展上參展 並且端出新品 而我們也將持續為您掌握 那麼以上是現場最新 我們再把時間交還給同內主播 這次包含是華碩